春雨绵绵,新州城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路一片广阔的河滩上,四周大山围困,加上堂堂巴河水穿城而过,因此每逢雨季,到处都湿阴阴的,飘荡着深蓝色的雾矮,让人感觉天永远也不会晴了,所有人都要没死在这低洼的山谷里。 南城的爱中与北城的五中一样,都是市里数得上的好学校,爱中办学的年头,比五中还要早,校园内树木成林,春风一吹,枝芽绽放,在细雨中流淌着嫩黄的光芒,在阳怀树丛中,从立着灰色的教学大楼,底层大厅里,迎面立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,上面写着,距高考还有多少天,字迹如雪。 这块牌子,每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就竖起来,他不说话,却是最有威慑力的指挥棒,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着他转,全校师生,扑伏在这块倒计时牌底下,忘记了梅雨,也忘记了春光。 这天早上,许瑞星刚进一大厅,教务处贵主任,就从旁边的传达室蹦出来了,看样子他是在等许瑞星,而且等得很兴奋。 他蹦到许瑞星身边,撞他一下,示意让他到外边去。 许瑞星跟着他穿过篮球场,再过两条林营道,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花台前,贵主任问许瑞星,上午没课吧? 许瑞星说没课,贵主任颠着脚,认真的向周围瞅了瞅,发现确实没人,才拿肥胖的手掌蒙了嘴说,我们搞到了一条大鱼。 说到大鱼两个字时,用的是气声,显得格外锋利,像已经把大鱼切割开了,贵主任是学校的红人,侯校长很义重他,他也确实能干,对人又没什么坏心眼,但他有个习惯让教师们不大喜欢,爱说悄悄话,哪怕多人在场,谈着同一的话题,他也会突然凑到某一个人的矮边,说上几句。 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,今天是搞到了一条大鱼,许瑞星比贵主任高出一头,他把头低下去问,哪里搞到的,一说他名字,你就知道了,贵主任声音颤抖地说,张泽君,许瑞星饿了一声,不是兴奋,还是被震住了,就是全国物理竞赛得第七名那个女生,贵主任说,是啊,就是她。 徐瑞星说,她不是保送生吗?贵主任说,保送啥呀,武中根本就不同意她保送,现在是我们不同意她保送,她自己也想参加考试,那女子,壮志凌云的,说她不仅要上清华,而且要以全省壮院的身份上清华。 直到这时候,许瑞星似乎才反应过来,张泽君是黄川所在武中的尖子生,贵主任说,我们把她放在你班上,你要给我像大熟猫那样保护好啊。 许瑞星却在那一瞬间有些走神,她带的是理科火箭班,像张泽君这样的理科人才来了,肯定是交给她,这没说的,可恰恰因为这一点,使她走了神。 贵主任捅了她一下,你别太高兴,我告诉你,要是中途出了差错,她被人从我们这里挖走了,我找你算账。 许瑞星说,那当然,那还用说猛,她还是有些走神。 花针样的雨丝,扎进她的头发和眉毛,在里面银亮的闪烁一下,又消失了。 贵主任说,快走,侯校长早已经去那里了,许瑞星以为要往校园外走,往年这时节,掐了别人的肩儿, 只要父母要求陪读,就在校园旁边给他们租一套房子,房租费,水电器费,都有学校负担。 此外,每月再给一定生活补助,但贵主任,没往校门口方向去,还是拐几道万,进了红楼。 所谓红楼,就是教职工宿舍楼,会不溜秋的,与红根本不沾边。 红楼分为ABC三座,A座修的时间早,房子旧,设计是前苏联那种火柴盒式,因此,至今都无法将它变成商品房,还是照以前的规矩,分给谁谁住。 只是房租逐年提高,到A座二单元四楼三号门口,贵主任站住了,轻轻地敲。 徐瑞星记得,这套房是老校工唐仙翠的,唐仙翠已退休十多年,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,爱今她是孤家寡人。 听说她在成都有个女儿,但女儿工作忙,回来看她的时候不多。 徐瑞星想,唐老太婆差不多被大家遗忘了,侯校长怎么会想到把人领到这里来呢? 原来唐老太婆已经被赶走,这套房给了张泽军的母亲,当然名义上还是唐老太婆的,但她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回来住了。 她去了乡下老家,和弟弟住在一起,按侯校长开始的意思,是让张泽军的母亲跟唐老太婆合用一个套奸。 先给张泽军的父母商量,但他们不同意,他们说,如果这样,泽军就不到你们学校了。 侯校长只好对唐老太婆说,你年纪大了,去成都跟女儿住吧。 唐老太婆以为校长关心她呢,笑着说,我住不惯搭城市,再说我一个人过也自在。 侯校长没办法,才把让她腾房的意思说了。 唐老太婆久久地望着侯校长,她那被白内障猛住了大半的左眼, 像股钱一样,没有光泽,只有质问,你们要赶我走。 我在这学校锅炉房干了一辈子,服侍老师,也服侍那些娃娃,现在不中用了,就赶我走。 接下来侯校长是怎么给她讲的,人们不十分清楚。 反正唐老太婆带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,据说侯校长送唐老太婆出校门的时候,流了眼泪,感谢她施大体,顾大局。 开门的是学校的李会计,她吐了吐舌头,还做了个不明其意的首饰,很神秘的样子。 两人进屋后,许瑞星发现屋子里干干净净,连天花板都鲜沉不染。 这显然是唐老太婆离开后,学校派专人来打扫过。 说话的人在里屋,气氛格外肃穆,以至于贵主人和许瑞星进去后,侯校长也没介绍一下, 许瑞星仔细看了看张子军,她的脸色和嘴唇都略显苍白,跟众多成绩优秀的孩子一样,眼睛里又远远超越她这个年龄的成熟。 但对学习之外的世界,可以说是麻木的。 母亲给侯校长说事,分明是说她的事,只要她插一句话,就会比母亲说得更清楚。 可她一声不吭,她父亲则显得衣裳傲慢,坐在靠窗的位置,头一直昂着, 脸上的皮肤绷得很紧,额头上暴露出几根坚硬的血管。 许瑞星在侯校长和他们谈条件时听明白了,张泽军的母亲本是没有工作的, 现在学校给她解决工作了,进校图书时当管理员。 张泽军来爱中的一切费用,悉数减免,每月还要领取500元生活补助。 此外,如果张泽军考上了省状元,学校奖励8万,市状元,奖励5万, 省市状元都没拿到,只要上了北大或者清华,奖励3万。 听完侯校长的话,张泽军的父亲开枪了,他说, 老侯,奖励数目就不能提高些,他的目光是居高临下的,嘴角微微上翘着。 侯校长把上身吵他轻过去,带着身边的口气说, 老张啊,你没看到问题的实质,实质不是奖励那点钱, 而是解决了你爱人的工作,对不对? 我们又不是高考过后,才给你爱人办手续, 我们是现在就办,马上就办。 说个不该说的话,哪怕张泽军到头来只考了个一般大学, 可他妈妈已经调过来了,是我们的正式员工了, 后半辈子也有个组织,有个招落,对不对? 张泽军的父亲将脸一扭,泽军不管到哪个学校, 人家都会解决我爱人的工作,泽军又不光是物理成绩好, 他各科成绩都好,中省状元的可能性很大, 想想啊,一旦他中了状元, 你们学校就是好多年的火广告了,就发大财了, 侯校长被堵住了,翻了翻眼皮,将右手背在左手掌上一击, 好好好,要是中了省状元,奖励十万,就这么定了, 但其他几种奖励办法不变,可以吧? 张泽军的父亲这次还勉强笑了一下,点头表示同意, 侯校长说,老张,有些事情,我们先说断,后不乱, 要是别的学校从你们手里把它挖走了, 你可要付违约金啊,这个我们是要签合同的, 严毕,侯校长摸出了一份早就拟好的合同, 合同上唯一空出来的地方,就是奖励数目和签名, 张泽军的父亲拿过去看了好多遍,说, 我希望学校能预付两万块,别的事你放心, 我张敬业是讲信用的,对于这个要求, 侯校长竟一点也没拒绝,看来他早就想到了, 不然他把李会计带来干什么, 侯校长亲自往合同书上添上这一款, 李会计也从困包里往外摸钱的时候, 徐瑞星进厕所去了,他刚进去, 贵主人也挤了进去,厕所很小, 徐瑞星便贴墙站着,让主人先放便, 贵主人边撒尿边说, 狗日的,家有闲才,你就这么霸气, 难怪家长们都把自家孩子往死里逼, 由于坐在那里当木桩当得太久, 贵主人的嗓子有点哑,样子也有点不高兴, 徐瑞星哼了一声,问, 这么大的一条鱼,是咋从五中那个池子里捞出来的, 贵主人这才又得意起来, 手向下一勾,徐瑞星低了头, 贵主人对着他的矮孔说, 我们在五中养了一个线人, 这是你知道就是了, 绝不能外传, 你也不要问那个人是谁, 这个我不会说的, 这是绝密, 徐瑞星吃惊的嗑了一声, 没说什么, 但他心里有话, 他心里的话是对黄川说的, 老黄啊,你在补馋, 黄雀在补你啊, 贵主人出去了, 徐瑞星也出去了, 他忘记了劫手, 上午第四节, 是徐瑞星班上的自习课, 他把张泽军领进教室的时候, 侯校长, 贵主人, 和张泽军的父母亲都跟了来, 教室靠后门边, 已新添了一套桌椅, 但并不意味着, 张泽军就必须坐那里, 他愿意坐哪个位子, 由他自己选, 他选中哪里, 哪里的同学就得让, 同学们都不认识张泽军, 但一看这阵势, 就知道是个厉害角色, 张泽军本人没有任何表示, 倒是他父亲走进教室, 东瞅希望的, 还须着眼睛掉墨线, 他看中了正中一个位子, 教室里坐了八十余人, 十分拥挤, 他侧身挤到那位子旁边, 将桌面敲了敲, 侯校长在外面说, 好吧, 就坐那里吧, 谢家浩让一让吧, 侯校长那样子, 很有些练习, 因为谢家浩也非常优秀, 侯校长这么一说, 谢家浩立即站起来, 一言不发, 低头腾书桌, 这时候, 许瑞星的心里尖锐地痛了一下, 当谢家浩去了后门边, 张泽军坐上了谢家浩的位子, 侯校长, 贵主任和张泽军的父母也都已离去, 许瑞星才站到讲台上去, 给大家介绍这个新来的同学, 大家对张泽军都是有所耳闻的, 带着复杂的情绪望他一眼, 又埋下头, 做尚杰克老师布置的作业, 许瑞星把这间他熟悉透了的教室, 反反复复地审视, 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, 都觉得教室正中是一块霸, 他走到谢家浩身边, 说谢家浩, 你也选个位子, 你选中哪里, 许老师就把你安在哪里, 他的声音那么大, 全班都听到了, 他甚至都没有想一想, 要是谢家浩说, 我要回原来的地方, 他该如何处理, 他能够让张泽军让位吗, 别说真的叫他让位, 只要有这么个意思, 他父亲知道了, 也会把宝贝女儿带走, 要是如此, 他许瑞星, 就是心周爱中的罪人, 其实许瑞星敢这么问谢家浩, 是因为他心里有数, 他不需要想, 就知道谢家浩不会提任何要求, 这孩子, 别看长着一张黑沉沉的包公脸, 内心细致的好些女孩子都比不上, 虽然许瑞星高三才接手教他, 但很早就知道这个学生, 他父母都是早些年, 从事纺织厂下岗的工人, 后来父亲鼓蹈着, 学会了修自行车, 在南城中心花园附近摆了个摊子, 母亲则在爱中对面的菜市场, 做泡菜和生豆芽, 谢家浩还在读小学时, 许瑞星就经常在菜市场里看到他, 那时候他就常常带母亲晚上睡在市场里守摊, 菜市场潮湿, 他矮朵背后老是长着白朴, 后来他来爱中读书了, 到他母亲摊子上买过菜的教职员工他都认识, 即便不知道姓啥, 也是老远就打招呼, 谢家浩或许听出, 许老师不仅是在为他抱不平, 而且是在可怜他, 便抬起头, 再几分故作的轻松说, 许老师,我就坐这里, 这里能吹到风, 很安逸, 许之星没再说什么, 心里酸酸的出去了。